男子摊杯上路 结果在桃园中山北路自撞路边火锅店 一旁轮胎行还有林亭在路边的小客车都遭到波及 还有一个人受到轻伤送医治疗 警方随后赶到对闯下大货的驾驶进行酒测 酒测值高达0.64毫克 而这名酒驾男子也被警方带回正版 廉价最后一天晚间路上车来车往 没想到下一秒 一辆蓝色轿车突然偏离车道 失控暴冲撞进路边链家 直见铁卷门被撞得歪七扭八 一旁门狂指甲也像骨牌一样硬生生倒下散落一地 真的是好惊险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轿车冲撞力道大 而且撞进的是一间火锅店 假日神意正好 事发当下店员悬下傻 听到一个很大声的声音 然后就直接这样撞进来 然后当场我们都杀掉了 对 然后那个酒驾的人就自己就走出来 才发现它是酒驾 这起意外也波及一旁轮胎行和路边临停轿车 还有一人受伤送医 怎么会发生自撞意外 原来这名驾驶9号晚间谭北上路 行进桃园中山北路时疑似酒醉失控 自撞路边店家 警方获报赶到场帮驾驶实施酒册 一册果然超标 立即赶往现场救护伤患 诚信驾驶经酒册 酒册指零点六四 答案赞成正当中 诚信驾驶事发当下 但于是失去判断力开车上路 喝了酒还开车 甚至波及无辜店家路人 这下他恐怕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林珠强桃园报道